上线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质量 上线的时候 还有呢就是 就是 质量百块上线的时候呢 公司就会开始做出一系列的拉板动作 那也就是 意味着我们这个 FTC呢就会 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 币价就会涨了 因为公司会在做这个 回购FTC这个动作 那做了这个回购 FTC的动作了以后呢 那我们的币价会在 我们这个FinSwap里面 就会开始 增长了啊 因为公司开始拉板 那你就可以发现 FinSwap里面的FTC的币价 肯定会 比我们薄比的 币价来得高 那如果 FinSwap里面的价钱 薄比的来得高会造成什么现象呢 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会员们呢 会在我们自己 FinSwap里面做交易吧 对不对 但是也有一波人啊 可能会利用 这个差价的啊 差价这个两个交易所管的差价 那这个机制呢 就是会在 我们跨链的时候 不管是从FTC面跨去 FTC BP20啊 这个币价链 或者是从币价链跨去 我们FTC面啊 这个 这个时候呢 会有一个额外的 添加的一个手续费 那这个手续费 将会是 有百分 就是有百分之十的手续费 那这个百分之十的手续费呢 其实就是当你 跨链的时候 就是好像你从你FTC面 跨去 FTC BP20的时候 将会有一个百分之十的手续费 或者是你要从 保评 然后BEP20 也就是FTC BP20跨链去 我们FTC面的话 也有一个百分之十的 这个手续费 为什么要有这个手续费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 不要允许 这个安装的行为 而导致 我们的币价下跌 下滑 怎么说呢 很简单 今天如果我们在币安链 那FTC价钱 是比较低的 那我直接跨链去 FTC面在我们这个 这个FTC 冰霜里面卖掉 我就赚取这个差价了 那一直在这边卖的时候 价钱就会掉了 就会下滑 那公司所做的东西 都变成白做了 所以呢 公司将会 就是推出 这个百分之十 这个手续费 来阻止 这种搬砖的行为 所以呢 这就是 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到 我们现在 现在如果我们跨链的话 从我们的FTC 跨链去 EP20的时候 有一个 百分之一 的手续费 现在 当我们 就是经这个质押板块上线了以后呢 这个将会有所调整 这个将会有所调整 那肯定是有会员在问 那我们应该在做什么动作呢 其实 其实要看 大家 大家要看一下自己本身 就是 如果你是想要去做 这个动作的话 就是说想要去质押的话 你就可以 因为反正 通常我们自己本身 产出来的FTC 其实是FTC FIN FIN 那FTC FIN 我们是可以去跨链成FTC FIN 而进行这个质押的动作的 那 那如果你是从市场上买的话 要 转换成FTC FIN 来做质押 那你就必须要做跨链的 但是 我们现在很多会员们 其实都是 都是在我们自己本身的交易所里面的 因为 其实你也可以用U 来换成FUSD 来购买FTC FIN 其实是 很少会员 会从我们这个 保饼交易所里面 去做这个动作 但是 也就是说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 就是说 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好像 在我们保饼交易所里面 也有 以太币的 那这个以太币呢 其实是在保饼交易所里面 是用 是用那个BSE链来进行 进行的 但是你看它的价钱 跟以太币的价钱是相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 以太币 在以太 其他交易所里面什么价钱呢 在我们这个 保饼交易所的价钱里是跟着上的 也就是说 当我们 进行上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 FTC 在 保饼交易所的价钱也会跟着上的 可能会有一些 时间点 会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呢 但是如果我们推出了这个差价的话 就是这个手续费的话 那就有 差不多 就是也是节节的更上的啊 也会继续的更上去的我们的价钱啊 所以这个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啊 不用过于担心 因为我们以后很多的那个就是说 很多的那个 质押板块呢 或者其他的板块呢 都会在我们自己本身的生态 也就是在我们自己本身的交易所里面进行的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交易所呢 我们自己本身的交易所呢 当然会有啊 自己的生态啊 而且呢 将会有更多的啊 更多的不同的生态啊 进行不同的活动啊 那这个就是第二点啊 就是我们 这个FTC的价差 将跟FTC的Finswap的价钱 将会啊 有跟我们FTC DEP20在搞比 将会有一个 差价 而且呢 我们的跨链费用啊 一个手续费的费用 会提高到10%啊 但是呢 公司会 就是说公司这个跨链的费用啊 将会用来回购FTC而进行销毁 那 公司做这个动作呢 也就能够啊 回购FTC进行销毁呢 也会 把币价 往上推啊 这个就是公司将会进行的一个动作啊 这个就是第二个信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啊 那第三个信息呢 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当我们这个LP 质抑押 开始了以后啊 开始了以后 稳定了以后呢 然后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这个LP 质押呢 会有什么呃 收益呢 就会有 百分之一 七天 百分之一 15天百分之一点一 还有三十天百分之一点的收益 那 而且呢 我们这个收益呢 将会以FUSD每天发放 那这个FUSD呢 其实随时都可以去做散对啊 去USDT的啊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质押的板块 那当我们这个LP质押 我们的LP质押推出 以后呢 公司将会推出更多的啊 更多的质押啊 什么来质押呢 第一 就是将会由我们的FUSD 来做质押 这个将是我们第三个 重要的信息 要给大家分享的啊 第一 就是我们LP质押 上线了以后 再过不久呢 也会进行这个FUSD的这个质押 嗯 那也就是说 你获取的这个FUSD呢 如果你不去做散对的话 你也可以呢 来去质押 那你质押 呃就是一样的啊 质押就是有不同的 时间点啊 不同的合约点啊 你也得到不同的经济收益 那除此以外啊 公司将会陆陆续续的 推出多币种质押 也就是说 不同的 不同的币种啊 比如说 比特币啊 比特地啊 还有其他主流币 将会一亿的啊 公司将会推出啊 这些不同的多币种 而进行质押啊 啊 这个就是 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啊 这个第三个 重要的一个板块啊 那 然后呢 接下来呢